中美金融工作小组首次在华对话已经结束 从时候美方的声音来看 重点应当是谈了美债危机 去美元化以及跨境支付体系等问题 这三点正是美国被中国打到了痛楚 也应当是美国线下的软肋 中美金融工作小组对话机制 是就金山会晤达成的重要共识之一 而新年一世就在华进行了首次工作小组线下对话 足见其重要性 而金融工作小组对话机制对美国来说更重要 美国对华主打的是贸易制裁和科技封杀战 我方应对的主要措施之一 就是在金融领域发起攻击 因此金融工作小组对话 显然解决的是美国最关心的问题 近日美财政部官员访华 美媒披露 中美金融工作组在华召开该机制成立以来的第三次会议 会议时间为1月18日 19日 双方金融领域多部门与会 对金融稳定 对边金融机构 跨境支付等内容进行探讨 对话后 美方发了一个相对含糊的声明 声明指出 美中金融工作组会议讨论了金融稳定和资本市场问题 国际金融机构 可持续金融 跨境支付和数据 以及反洗钱和反恐怖融资的努力 并再一次透露 耶伦将在晚些时候访华 反复透露耶伦财长将访华 证明了金融对话是美国最关心的话题 美中金融工作组会议讨论了金融稳定和资本市场问题 国际金融机构 可持续金融 跨境支付和数据 以及反洗钱和反恐怖融资的努力 从中可以体会出 一是美债问题 这当然关系到的是金融稳定和资本市场的大问题 没有美债可以说就没有资本 美国居民负债持续提升 强加息引发银行流动性不足 相关因素使得美国金融体系的系统性风险增大 美国此前向俄罗斯寄出金融核弹 已经使美元版图发生踏塑 中国作为全球最大实体工业国 是当下实体经济活动中心所在 美国难以承担与华全面金融战争的风险 二是去美元化和跨境支付问题 国际金融机构 可持续金融 跨境支付和数据 以及反洗钱和反恐怖融资等 这都涉及到的是目前的全球去美元化浪潮 同时也关系到了美国控制的 Smith体系的有效性问题 实际上也就是人民币的国际化问题 美债和Smith关系到的是 美国的金融霸权地位问题 而对其形成重大冲击的 自然是去美元化浪潮和人民币的国际化 尽管这不是一朝一夕的事 可这一进程一旦启动 却是不可逆的 这等于是在蚕食美国的霸权 也就是美国的痛楚和软肋 所以美国应当是非常紧张在意 两国在金融工作组机制上的相关合作 是双方基于现实利益考量 相向而行的体现 在这同时 中国连续减持美债 持有美债规模创下2009年的最低点 这也表明中美间进行短期金融合作的同时 中方对美元体系的风险规避也仍在进行 说大白话就是 美国老跑来推销商体了 什么商体呢 说出来可能没人信 是大豆 1月18日 中美农业部部长在美召开两国农业联委会第七次会议 上次两国进行此类会议是在2015年 美国农业部发布2023到2024年度大豆出口数据 其中表明 中国在该年度自美国采购大豆2020万吨 这一属值低于2022到2023年度的2720万吨 中国海关数据则表明 中国2023年自外进口大豆9940.9万吨 中国是全球最大的大豆进口国 由数据来看 自美国采购规模占中国总采购规模的五分之一 1月19日 美国农业部对美日销售数据情况进行公布 其发布的相关报告中称 私企出口商对其上传的数据表明 美国对华销售大豆29.7万吨 当下美国对华大豆出口面临着来自巴西的竞争 巴西已是中国进口大豆的最大来源地 由市场分析认为 预计二月之后 巴西大豆报价会比美国大豆低1.50美元 大豆作为非主食作物 其在人均耕地面积较少的中国 不具备价格竞争力 中国大量进口储备大豆 有益于提升中国民众饮食水平 促进采购来源多元化 有益于取得更大的市场主动权 除美国外 俄罗斯 巴西 阿根廷也是中国采购大豆的主要来源 中国正在以行动 落实促进中美经贸务实 互利往来的承诺 相比之下 美国在对华承诺上表现得较为言行不一 其中既包括在台海局势上 与台独仍保持勾连态势 也包括在经济领域 仍持续操弄与华脱钩锻炼动作 在芯片等方面扩大限制 限制范围逐步向成熟制成芯片延伸 中国自美国进口大豆 具有在商延商的性质 具备多家进口来源情况下 大豆也是家 这 稀土等领域之外 中国可以用以反制美国的一张牌 必要时可以让美方为其单边做法承受后果 堂堂世界第一来中国卖大豆来了 中美之间的这两方面的互动 也多少体现出了负责任管控双边关系的意思 应当势令世界松上一口气 尽管美方实力占优 可毕竟也有其短板 美方可以为中国制造麻烦 而我方也可以打到美国的痛处 或直通美国的软肋 特别是朝鲜半岛局势突变 美国一方面需要花费精力应变 另一方面更需要中国的介入平息事态 半岛局势的演变 不仅在于朝方突然的强硬宣言 更在于连水下和打击系统都进行了演练 这可是事关重大的事件 重要的是 美朝之间开始了密切的互动 一旦俄方向朝鲜提供先进武器技术和装备支持 那朝鲜本就启示的军备建设可就要发生质变了 这对美国来说可是一个重大的打击 而朝鲜方面真的向俄提供急需的武器弹药支持 那俄在乌克兰战场上可就更游刃有余了 对美国同样是一个重大的打击 关键是 这些中国都可以发挥一定的影响力 中国的态度或多或少的会起到一定的作用 重要的是 如果中国支持甚至是加入或配合俄潮互动 那对美国来说可就是更大的麻烦了 美债危机还没有过去 是否引爆危机 与中国有一定的关系 一方面是中国手中有巨额的美债 不断抛售会对市场产生重大的不利影响 而美国又必须继续发行美债 这就需要中国这样的大户来接盘 美债危机事关美国的信誉 容易引爆美国的银行业危机和经济衰退危机 去美元化浪潮 以及独立于美国监管的国际支付体系的建立 这是对美元霸权的重大挑战 尽管方兴未爱 可以是难以阻止 而新的国际支付体系的建立 对美国最大的冲击 就是使其惯用的制裁手段 不再具有那么大的威力 这可是美国对外战略的重要武器之一 而更关键的问题是 去美元化和建立国际新支付体系 都直接与人民币的国际化相联系 人民币的国际化虽然到足且长 毕竟已经开始加速 这也是中国复兴强国战略的重要内容之一 美国的霸权时代已经过去 目前世界已经进入了重构国际新秩序体系的大国竞争关键期 如果美国不接受中国成为重构世界秩序规则的重要参与者 甚至是想通过去风险脱钩把中国拒之门外 那中国就只能是建立一个独立于美国之外的新的体系 与之抗衡 人民币的国际化就更加重要了 实际上 中国推动人民币国际化或去美元化的力度和速度 某种程度上取决于美国对华打压的强度 毕竟付出巨大代价的直接冲突与对抗 不符合中国的利益 可美国不改变目前的对华政策 那我们也就只能是不计代价的与美国竞争了 要中国放弃复兴强国之梦想是不可能的 从以上的分析来看 表面上看 中国一直处于被动的应对地位 而实际上 中国也有能力主动直同美国的痛楚和软肋 而这也是美国抗不住的地方 虽然中国承诺不争霸不称霸 可绝不等于是默认美国的霸权霸道和霸凌行为 中国不想成为世界霸主 但必须要有符合中国实力地位和利益的话语权 或维护中国利益的能力 冷战后 在美国最强大的时候 都无法持久维持霸权秩序 都压制不住中国的复兴强国之路 在目前霸权体系基本崩溃 而又战略麻烦缠身的情况之下 就更不可能压制得住中国了 目前美国只是不甘心而已 总觉得受死的骆驼比马大 可只剩下股价的骆驼 再大也没有用了 当美国支撑不住的时候 只能是无奈接受中国复兴强国这一事实 目前的中美俄欧四方实际上是各怀心腹事 美国是在分别与中俄打冷战 而欧洲的介入深度也是有钱有深 更是严格的控制 也就是美欧行不成权力 中俄自然也没有完全站在一起 真有点爹死娘嫁人的意思 所以说这是一场混合式冷战 除了欧盟之外 其他地区基本上都保持了中立立场 即不站队 也更希望降低大国竞争的烈度 或者说反对目前的大国竞争形势 新加坡外长日前指出 如果中美无法妥协 那么世界各国可推动技术不结盟运动 也就是分别与中美保持自己的关系 这个不结盟 看似被动 实际上更是主动出击 原因很明确 这个中立的立场实际上却间接地 把对抗的中美也联系在了一起 而这正可以最大程度上 阻止世界滑向两极 除了各地区国家的保持中立 其实追随美国战略的一些国家 实际上也是各有各的小九九 英国实际上也是在相对独立 而澳洲已经也已恶化与中国的关系 虽然反华 但韩国也不敢过度介入中美战略竞争之中 目前似乎只有小日本的立场最坚决 然而 小日本最终的目的还是摆脱美国控制 成为政治独立的正常国家 因此 目前的世界局势是非常复杂 尽管已经实际上进入了冷战模式 可这个冷战也难以迅速进入激烈化 因为复杂的关系 形成了利益纠葛和相互的牵制 但这种混合式冷战模式会随着大国竞争的烈度和进程而有所改变 进入两极对抗和热战的模式风险也依然还是存在 感谢观看